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于2月26日中午12点 在阿罕布拉市热闹举行创会20周年庆 当天活动近500来自两岸三地的来宾共襄胜举参加了周年庆 来宾包括台北驻洛杉矶经文处处长龚中成 华裔民选官员协会会长沈时康 河套市副市长苏王秀兰以及各社团代表 会长陈时梅表示 本协会一贯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精神与文化为宗旨 20年来会员个人发表作品累计于千万言 著书数百册获得海内外文学奖预百座 团体出版刊物从书20多部 举办演讲座谈新书发表数百场次 积极参与季孔国庆等桥界各类活动 陈时梅说 协会在社区里一直是安静却用功的小孩 成立20周年来 协会出版一册160多页的纪念特刊 陈时梅表示 海外华文作家不仅有文学创作的使命 更重要的是肩负着记录海外华人移民历程的历史使命 因此 协会将继续着重致力于培养更多新会员的写作兴趣与技巧 帮助他们将作品集结成书 实践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历史双重使命 传扬中华文化以及我们优秀的五千年的民主精神 是我们海外作家最大的使命 每每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就像一个家庭里面一个非常乖乖安静的小孩 他们每一个会员总是在他们各自的角落里面默默的根椅 那在成立这个二十周年里面呢 他们积累的这个著作有超过一千万多次 那出版的贪物呢也有两百多 两百多的侧籍 那么受到了国内外的这个 受到国内外的这个奖项的鼓励呢 也有超过一百项 那么今年他二十岁了 那我们呢 要把我们很好的成绩单交过来 就像我们家里面 每个人都要看他的成长的小孩的成绩单一样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有一个特刊出来 那么让这个社区的社团领袖 跟我们所有长官来评分是什么样的等级 谢谢大家